一武说人生在世 几世在 倒不如抽烟喝酒把头葬起来 去上我的 近日中国相声社团德云社 完成了本年度在傲新的巡回演出 而每到一个城市 依然在当地的华人圈 掀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不少网友质疑 这样并不能真正推动文化出海 网上说看现场 别看八千人一万人 还都是中国人 我说对 你以为在北京演芭蕾舞 就他们都看得懂吗 你以为上天津唱什么交响乐 他们都明白吗 不是的呀 出国在外说相声 我在台上说过这个话 我只负责中国人的快乐 这些年在华语文化圈 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 脱口秀有着相当高的人气 郭德刚认为 同为语言表演艺术 相声的从业门槛相对更高 脱口秀存在于相声里 大概150年 这个章节存在于 单口相声表演的前30分钟 比如说今天我要讲一个 长篇单口相声 我讲一个三国的故事 讲一个水浒的故事 专业的演员不会上台了 就直接给你讲 我们一定站在那先讲一讲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剧场是什么什么剧场 我叫什么 我从哪里来 我的家怎样怎样 脱口秀特点就是人人都能说 相声特点是人人都说不了 但是你说多一个新兴的行业 大伙多一个挣钱的买卖 有什么不好的 郭德刚表示 在如今这个流量经济时代 传统的相声不仅要紧跟步伐 更要开辟新风尚 这种短视频碎片式东西输出的时候 如果演员你没有往上跟的话 那你就不具备在这个行业里面立足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 其实那部讲究就是 你追上观众都不行 你得上观众前面去等着他去 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 观众要觉得你还不如他了 他马上就觉得 今天的票钱吃亏了 近年来 郭德刚出演客串了多部影视剧 但大多反响平平 他坦然回应了演技质疑 表示置不在此 而德云社的另一位年轻艺人 郭气凌却在演技方面收获好评 尤其是近日播出的电视剧 《边水往事》 引发了极高的讨论度 郭德刚甚赞儿子 在表演方面有天赋 一个好演员 有没有天赋 你根本就演不了戏 演戏卖的就是天赋 咱们也看着专业院团 专业院校 每年培养那么多演戏的演员 为什么他就有一大批 自由改行呢 为什么那么多演员 最后没有成功呢 他可能还是从开始的时候 天赋有问题 郭德刚还在专访中透露 从2011年 第一次来墨尔本商演之后 就喜欢上了墨尔本 舒适安静的氛围 此后几乎每一年 都会来小住一段时间 墨尔本呢 可能挺适合 我在这工作 每年来都在这待着 跟朋友们聊聊天 包括每次来墨尔本的时候 其实你看 连演出我在休息吧 比如待一个月 我都是在这一个月内 把回去的半年的工作 梳理一下 SBS中文新闻 陈海燕 刘孟颖采访报道 我会订阅 我会订阅 那我会订阅 我会订阅 我会订阅 你们在这儿 中文新闻 请问我 是在你 认识 在哪儿 我会订阅 有机会订阅